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吴听玲老师 我们这个单元呢,是正与弦函数的叠合,进阶的说明 好,我们先复习一下,之前呢,我们学到的正弦函数的叠合 这是y等于a倍的sinx加b倍的cosx 那我们要叠合的时候会先提出a平加b平开根号这个数值 那提出来之后呢,我的括号里面就会是sin跟cos的这个乘上 分别乘上一个sin跟cos 那这时候呢,叠合之后就会是sin的x加θ的这个a平加b平开根号这么多倍 好,画成单一的函数 那画完了之后呢,它的最大最小值就会是1跟负1 分别发生在2分之π和2分之3π的时候 那它的周期仍然是2π,而且呢,它的正幅就会变成a平加b平开根号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考怎么考 这是95年的学测考题 它说,下面呢,请你选出这个值最接近根号2的选项 那同学一看就傻眼了 因为这里面的角呢,44度,64度,84度,54度 都不是特殊角,我又不能用计算机 所以这个绝对不是让你慢慢的算,对不对 那再仔细看一下,它们的特征 都是根号3倍的cos加sin 所以这是一个叠合的形状 好,没错 那我们拿第一小题来叠叠看 好,第一小题 它是根号3的cos44加sin的44 它的系数是根号3和1 所以根号3的平加1的平开根号就会2 所以我们把它提出2 那提出2之后呢,sin44是后面这一项 所以它就会乘上1分之1 所以这样消掉它才会是1倍 然后cos44呢,就乘上2分之根号3 然后你看这个2消掉,是不是就根号3倍 所以第一式就化为现在这个式子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看 1分之1跟2分之根号3分别是谁 好,那因为我想要凑成sincos加cossi 所以sin要乘上cos 那这时候同学就可以想了 cos多少是1分之1 在锐角的时候是不是就是60度 所以老师就把它换成60度 那它cos60是2分之1 那sin的60度是不是2分之根号3 所以符合这个合角公式 对不对 好,符合这个合角公式之后呢 所以我这个就第一个选项 就变成2倍的sin的104度 好,同学再想想 那第二小题跟第一小题 这样子的化解过程 只有哪里会不相同 哦,对,只有那个44度是被换成54度了 对,所以第二个选项就变成2倍的sin 54度加60度 那第三个选项呢 诶,64度加60度,对不对 诶,太棒了 我只要叠一个 其他5个是不是就通通可以照样的推出来 好,所以呢,我们就把每一个角度都加60度之后2倍 是不是就得到这些角的结果 那因为题目是问我离根号2比较近,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我的2呢 要乘上谁会是根号2 诶,是不是就是根号2分之1 2跟根号2分之1约掉 是不是就会根号2分之1 所以谁要最接近根号2 是不是要跟135度最接近啊 那哪一个跟135度最接近 诶,是不是就是第四个选项 所以这题的正确答案就是4 好,那我们再看下一题 好,这个是一般的课本还有习题 最常出现的,我们来好好的研究它 好,y等于4倍的cosx减3倍的sinx 希望你把它变成k倍的cosx加θ 请问k是多少 还有呢,这个y呢 最大值的时候呢 tanginx会是多少呢 好,我们先看 4倍的cosx减3倍的sinx 要提出多少 对,提出4的平加3的平开根号 所以我们要提出5 那这个时候呢 两个零边分别是4跟3 所以这个是5 我们把它写出来 那,所以我提出5分之4 5之后就变cos乘上5分之4 sin乘上5分之3 那这里呢 我们就想到了啊 我的cosx如果是5分之4 我是不是就会cosx乘上cosθ 然后sinx,sinθ是5分之3 你就会是sinx乘上sinθ 这样蛮不错的 所以我们变成cosθ cosx-sinθ sinx 好,这是谁 这是cos的合角公式 对不对 那中间相减变成相加 所以呢,我就把它化为单一的函数 那才会注意到 我们刚才前面根号3 1啊,还有1跟1啊都是特殊角 那像5跟3因为不是特殊角 所以这种题目也常常会出现 好,那这个θ你只要在旁边注明 我的θ是满足这两条件的 这样子的锐角 那这个就可以了 好,那接着呢 我们来看 所以你化成这样 这个你已经变成cos的x加θ了 对不对 所以我的k就是5了 就得到条件 而且这时候的θ满足这两个条件 接着我们再来看 当y为最大值的时候 tangerine x是多少 那第一题得到的结果 我们已经知道可以化成5倍的cosx加θ 那这个θ是满足这个三条件 好,那第二个呢 当y为最大值的时候呢 是不是就是我的cos的值为1的时候 那cos什么时候最大 对,就是零度的时候 对不对 所以x加θ呢 就是零的统界角 好,老师这里呢 把它写成零加2nπ 这个n是正整数 那也就是说我的x就是负z啦 负θ啦 对不对 那负θ的话呢 我就因为我的θ刚好是这个锐角 那我现在是不是要求tangin x 那x是负θ加2nπ 所以tangin x是不是就是tangin的负θ加2nπ 那2nπ因为它是周期函数 所以呢 这个就等于tangin的负θ 那tangin负θ是几 哦,来看这个图 对,tangin θ是不是4分之3 好,因为有这样子的条件 所以我就可以得到tangin是负的4分之3 就是这个tangin x的值 同学这里有一个个小问题 同学会把x跟这θ搞混 那注意到θ其实是个定值 那我的x在变动 我们利用到的条件就是 它们相加是零度的同界角 所以你可以用零度的同界角 这样子的关系来把这个tangin θ的值 就会变成tangin x的值 怎么样去变化 那就是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 第二小题要好好的思考一下哦 接着我们再看 这是93年的学测考题 它说角A是一个270到360度 第四向线的角 那而且根号3sinA加cosA 会是两倍的sin2004度 那A呢是m 那请问这个m是多少 就是这个值希望等于 两倍的sin2004度 好,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左边是叠合的样子 所以我们把根号3和1提出2 那这个sinA呢就乘上cos30度 那这个cosA就乘上sin30度 是1 2分之1 所以我就合并变成两倍的sinA加30度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题目告诉我 这个值希望等于两倍的sin2004 也就是说我的sin呢 A加30度就会等于sin的2004度 那这里请同学不要冲动 以为那个sin跟sin可以消掉 哦,要小心 因为sin呢会跟2004度的角 是不是有无穷多个sin的值相等 我的脚不一定相等的,对吧 所以这里要特别的小心 那我们把2004度变小一点 它呢是360乘以5加204度 所以事实上它等于sin204度 那这时候同学如果很冲动的 A加30度等于204度 你就会得到这个A就等于174 那就没有在我上面的范围啦 所以这样子不对的哦 好,我们再继续探讨 因为还有第四向线 那我们来画一下图 好,因为呢 204度是第三向线 会跟它sin相等的 是不是Y一样 对到第四向线 是不是应该是这个360-24 这个角才会跟它相等 对,所以呢 为什么24哦 因为180加24等于204嘛 所以这是24,这也24 好,那接着呢 所以我的A加30度 是不是应该要等于这个角才对 哦,没错 所以呢 我的A算出来是336 也符合我题目的要求 这题就是难在这边 同学不要傻乎乎的 以为只有一个角相等 然后用你的单位员 就可以看到另外一个相等的角 好,最后我们来做一题 竖甲的证明题 好,这个呢 老师先拿 有一位同学他写的证明 非常好 后面顾得证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要证明 θ在这个范围内 3的cosθ次 会大于等于3的1加sinθ次 所以他就说 哦,因为我要证这个 所以我把它移向大于等于0 然后因为呢 他要比它大 所以我就把它的这个指数拿来相减 然后大于0,大于0这样一证呢 然后因为呢 他又在这个范围 所以呢,我的cos就正的 然后呢,所以就得正了 好,同学 其实呢 这是一个逻辑顺序错误的证明 我要你证明大于等于 你怎么劈头就说他对了 然后就开始讲 我要证明这件事 你怎么,你可不可以一开始说 哦,因为他对啦 所以就这样,这样是不对的 这逻辑错误 然后再来这里还有一个缺失 就是你怎么 你不知道这个是次方 次方能够下来直接比大小的吗 这没有讲原因 好,所以这又是一个缺点 还有一个缺点呢 就是你这个cos大于等于0 怎么得正的呢 这里也不清不楚 好,那老师来示范一次 应该怎么写 首先你要说明这个 他比他大 那我们就应该指数相减看看 指数相减 结果变cosθ-sinθ-1 那这时候看出来是叠合 所以我们把它叠合 变成根号二倍的cosθ加4分之π-1 那因为呢 他如果大于0的话 这个就会对嘛 所以我来说明这个角的范围 题目的θ是介于 2分之3π跟2π之间 那现在我通通加了4分之π 所以呢 我在图里面看到 我是 本来是270到360 现在大家一起加4分之π 所以黄色的这个范围 就是我的θ的范围 那这个范围里的cos呢 是不是就介于 根号二分之一跟1之间 好,都是正的 那再通通乘上根号2 因为我前面配方有根号 配成叠合有根号2倍 所以大家都乘以根号2 那这样子的话 我这一串大于等于1 所以它减1之后 是不是就会大于等于0了 所以我的cosθ 减1加sinθ 就会大于等于0 就正得这件事 那正得这件事 要怎么去回到题目 要我证明的呢 因为它有3的次方 对不对 所以你要说明 3的x次方 这个函数是递增函数 这就是我的原因 当我的次方 递增函数越大 表示我x越大 我得到的y值也会越大 所以我次方比较大的呢 它的 函数值是不是就会比较大 这样子就非常的完美了 那这边呢 最后示范一个很难的证明 希望同学要搞清楚 这边的逻辑和表达 这个是我们一般高中生 比较欠缺的 大家加油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